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在南京工作已经有一年多了 本嘉宾由随时随地视频相亲的去约会APP提供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正的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在每天早上可以给我包一个鸡蛋 因为我比较瘦嘛 之前有蒸鸡的习惯 教练就告诉我 每天早上要多吃 要吃鸡蛋 吃蛋白质 但是现在每天 我吃饭都是在车上吃 所以我希望以后 我送你上班的时候 可以帮我包个鸡蛋 我觉得这个事的难度 不在于包鸡蛋 在于一块同时上班 这个太难了 22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那我想问一下 那您缺了是不是一个保姆呢 我也可以给你包鸡蛋 只不过在那个过程中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比较甜嘛 那两个人早上一起早点起来 然后在家里面吃好早餐 然后男生给女生准备不好吗 对呀 对 是的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我可以去 尽量地去起早10分钟 20分钟 这个都是可以完成的一个事情 这个事吧 就像谈恋爱的时候包龙虾 你没有男朋友 没有女朋友的时候 你自己不会包吗 对呀 有了男朋友吗 你包一个我包一个 两个你喂我 这不就是甜蜜的事吗 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13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们早餐除了吃以外 还应该喝点什么 在这里我推荐你一下 就是搭配一下 我们的苏萨生榨椰汁 选用了东南亚优质椰子 生榨而成 新鲜又清爽 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今年呢 我们特种兵生榨椰汁 已经正式升级为 苏萨生榨椰汁 大家不要选错了 除了剥鸡蛋呢 我还可以为你开椰汁 谢谢 其实不仅椰汁可以早上喝 晚上也可以喝一杯 早晚都得喝一杯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 在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呢 拿我去和他的前任去做对比 这好像不可能 14号 男嘉宾你好 你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之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 对 是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吧 如果你说你的前任比我优秀 对吧 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会让我有一种产生自闭的一个心理 就是谈恋爱的过程我觉得互相双方是需要夸赞的 因为越有夸赞 越有信心 对啊 其实我还蛮赞从男嘉宾说的 不希望拿自己跟前任去对比 因为对比的话自己心里也会有那个反差 然后我想着他那么好 你干嘛不去找他要来跟我在一起呢 对的 8号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喜欢拿我跟你的前任做对比 你会怎么样呢 那绝对你比他优秀 5号 男嘉宾你好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比较的人 因为我觉得我的现任一定会比我的前任好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在意一下 你的另一半拿你和别人的男朋友比较 这个没有问题 其实跟你闺蜜的男朋友去做的比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的 肯定有比我们优秀的男孩子男生 对吧 其实跟闺蜜的对象去对比呢 可能会让我们有一种驱动力在里面 这有意思 我想问一下台上女生 如果你们现在的男朋友 拿你们和他的前女友比 和他兄弟的女朋友比 哪一件更让你们不舒服 或者说我完全OK 我无所谓 对 18号 老师好 男嘉宾好 我觉得您提的两个问题都不是问题 唯一一个对我来讲比较可怕的点是 男生会去贬低他的前任 在他的口里 他的前女友都是不好的女孩子 那么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呢 我 就是我对于前任这个事情啊 我基本上分了手之后呢 我不会去评价他好 也不会去评价他不好 既然已经分开了嘛 没有必要去贬低一个人 或者是去包养一个人 愁生日 好 来看片子 小时候一到放假 我就喜欢跑到家里的场子里面 拿着各种颜色的玻璃去看世界 从小耳濡目染 长大以后 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建材这个行业 我叫张勇 家里是做门窗生意的 去年到南京来 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建材门店 96年的我在建材行业里面 属于是最年轻的那一辈 行业里朋友很多 我把他们划分成了四个年名段 和20岁的小张两天 能感受到他的苦中作乐 而30岁的老王和他的兄弟 我感觉他们青春有在 到了40岁 大家都在哀声叹气 50之后 大家都变得沉默寡言 除了行业里面的朋友 我还有一个秘密战友 就是我的姐夫 我特别喜欢和他在一起聊天 经常一聊就到半夜 他舍不得睡觉 我舍不得走 和姐夫聊天 是我宣泄负能量的一种方式 再有就是谈吉他了 凭借六年的吉他学习 我在大学曾经组过两支乐队 也作为总发起人 成功举办了近万人的高校音乐节 其实这个音乐节 是我的一种爱情表达 初衷就是为了和当时的他 一起登场更大的舞台 只是到最后我都没有告诉过他 感情上我会注重刚分手后的相处 双方可以给彼此有一个复合的可能 只要保证不见面 我觉得可以接对方的电话 听对方的请求 用足够的时间 想清楚这段恋爱的结果 给大家创一首《曾经的你》 我已经有四年都没有 玩吉他玩乐队了 所以我很怀念之前 读大学的时候那个自己 我希望大家都能做 做回以前的那个自己 哇 怎么想张 我先那边 就能做回以前的这儿 听众子 这个不高兴 我现在来说 我就是一种 我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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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会讨论 你 2号 哈喽 男嘉宾你好 就是我知道你是合肥的 老乡 对 你合肥哪里的 合肥包和区 包和区 对 我也会讲何肥华 何肥华 肥氏老母子 肥东到肥寺买了一只老母子 对待 陈铭的表情像是听外语一样的 这是中文 是什么的 肥东到肥西是两个地方 肥东到肥西是买了一只老母鸡 对 而且你们刚才是一人一聚完成了这个 看上去像绿扣一样 但是我想跟你聊的就是 我刚刚有看到VCR里面有提到复合 我是不是那么容易说分手的 但是一旦说分手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定是伤心透了 当你伤心透了的时候 对这段感情有舍有不舍 干嘛还要想着分开呢 其实我很认同刚刚有一句话 就是分手这个词 我真的觉得不是随意就能提的 但是分手之后 大家如果还想有一个以后的话 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缓和期的 但是我自己现在是30加的一个状态 我在25岁的时候 我可以轻易地跟男朋友说分手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该沉稳的年纪 如果再让我遇到一段感情 他的分手我更会慎重 就是不到万不得已 我一定不会说分手 分手的就不会再会有复合的 对的 对就可以理解我的这个点 对 我能理解 8号 我刚刚看男嘉宾VCR里面说 分手的时候要有一个冷静期 然后相互不见面 因为我是一个性格比较直的人 如果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有问题的话 我觉得一定是要当面讲清楚 就算是分手也会有复合的可能 我是这样觉得的 哎 见面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 就是缓和一阵 或者缓和几天 见面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我个人观点是 不能立马就见面 立马就去见面约谈 一种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个分手冷静期啊 也跟一恋风格有关系 嗯 一恋型人格 确实有这种不同的类型 比如说有安全型一恋人格 有焦虑型一恋人格 还有回避型 说到那个回避型和焦虑型 比方说我爱你 回避型的人说 哦 你想干什么 就是你要我做什么 他就特别害怕被要求 而焦虑型的人呢 是特别害怕被抛弃 就是他会有很多的焦虑感 这两种人格呢 还恰恰很喜欢他们俩组合 焦虑型他愿意链接 而回避型就愿意躲避 就开始的时候 他们往往可以建立关系 但是时间久了 如果两个人都不去调整 和改变的话 那么也会形成一个 一追一个躲的那种模式 是的 分手的轻重 跟人格类型紧密相关 焦虑型说分手 意思是快来哄我 回避型的人格说分手 意思是我想静静 安全型的人说分手 是我们完了 这三句话背后的前台词 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一定要把刚才 那三句前台词 放在心里 来回在脑海里滚一遍 然后问自己 对方到底是哪种人 对 其实我是有自己的 就是情绪焦虑型的时候 我是有一个自己的 叫空洞时间的 我是需要自己去整理的 你是属于让我静静类型的 对 对 对 说到心里的状态 男嘉宾刚才片子里边 有一段说到他跟不同的 年龄段子聊天的感受 你再总结一遍 20岁是什么 跟20岁的朋友们 在一块聊天 我觉得可能苦中作乐 更多一点吧 苦在哪里呢 可能刚出社会 然后有生活的压力 要买房 要买车 那乐呢 可能就是我们还对 以后充满着期待 充满着期望 那到了30岁变成什么了 我30岁的朋友很有意思 其实他们青春有在 但是我更感觉 他们有点返老还童 返老还童 30岁都叫返老还童了 每次我们出去聚餐 或者是喝点酒 他们可以喝到 早上9点半的那种 什么话题都能聊 那不是年龄决定的 那是酒量决定的 15号 男嘉宾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测试一下你的心理年龄 好 如果你有一笔钱 你会先买房子 还是先买车子 这怎么就测试心理了呢 我想让他回答嘛 你去说 你说 我肯定会先选择去买房 那我觉得你挺成熟的 对 我会先选择去买房 因为我身边有一 你这个问题就极其幼稚 给你一笔钱 是买房还是买车 买房的叫成熟 买车的就不成熟 不是吧 所有的测试都有一些规定性的前提 你下次测试的时候呢 要严谨一点好不好 10号 男嘉宾 你好 因为你说你对20岁 30岁 40岁 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的交流方式 所以我想知道 就是你对待20多岁的女朋友 30多岁的女朋友 你有没有40多岁的女朋友呢 你有没有40多岁的女朋友呢 目前我还没有啊 不是你的浮动差是多少吗 基本上是上5岁 下30岁左右 那也就是30出点头和20多岁 差不多 对 看下一条片子 青涩时期 我们总是不太善于让自己 时刻处于恋爱的最好状态 没来得及改正自己的缺点 就匆匆分离 我和她因为乐队相识 第一次约会是我主动接送她去演出 并看完了整场 去你关系的那天 我主动牵着她和我的室友一起聚餐 最爱阶段的我很主动 可在一起后就开始原地踏步了 反而是爱玩的她 花时间花心思主动来见我 她是乐队的鼓手 我是吉他手 我们经常在排练时吵架 她嫌弃我吉他弹错 我觉得她鼓节奏不对 恋人身份的我们 都觉得对方在针对自己 可排练吵架演出就和好 但每次演出后的派对 她都会对我冷落 她会去找她的乐手朋友聊天 从开始到结束都不管我 甚至我提前走掉也只会说一句好 最后我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段恋爱的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异地恋 而我们的矛盾是因为我的情绪低迷 这个问题在她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冷抱你 记得有一次吃饭 她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不开心 一下子我就陷入到自己的情绪里了 从结账一直到回家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其实我只是需要自己消化一下 时间不会很长 但她就觉得这是一种冷抱你 现在的我已经改正了很多 也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问题 再碰到这种事 我会先弹琴唱歌来哄她开心 19号 男嘉宾 你好 因为我刚看了你的VCR 就是你相对于来说是属于偏被动性的是吗 对 就如果我们两个人争吵了 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就可能是需要我来先做出一个让步是吗 我在我这里有个界限 就是这个问题 我会自己分析 她对我来讲严不严重 如果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话 可能我就是处于你说的那个被动性的 我需要一个台阶 但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一些不愉快 其实我当下的想法 其实是想让你来哄我一下 对呀 因为我自己有几个红线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不触碰到你 对 现在那几个问题 你都会主动来 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3号 男嘉宾你好 就是你在第一段的感情里面 你是属于那种追求的时候很热烈 但是真正步入恋爱正轨的时候 就是原地踏步 在你看来可能这不是冷暴力的一种行为 但是如果说咱们换位思考的话 在女生看来这已经构成了冷暴力 假设你情绪不好 有没有选择去跟你朋友说解释一下 就是说你为什么情绪不好 情绪不重的时候会去讲的 这个问题我也意识到了 我也意识到 其实也自己再慢慢地去琢磨这个事情 然后呢关于你讲的第一段感情 我感觉是成长经历过程中 它好像可能有绝大多数人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习惯的的确确是不好的 11号 男嘉宾 你好 我看你VCR里面有一段是说 你跟你女朋友去吃饭 然后他有一句话让你不开心 然后你就有点情绪化 这一段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细节 而且有一点小心眼 就是我是有点粗质大业 就是说话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细节 对 这个事情我现在能意识到 具体那天说了什么话我不是很清楚了 但的的确确肯定是戳中我的心里面了 包括后面他让我帮他拿衣服 可能在我现在想一想来 他可能是想要给自己的一个台阶 也在向我示软 但我当时可能 我现在我可能当时没有想到这个层面 最后一个问题 朱睿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如果您现在还发生刚才那样的事情 您会怎么办呢 如果是我能接受的情况下 我会主动去解释去哄 但起码解释我肯定可以先做到了 就是我不开心 或者我自己有点情绪的原因在哪里 我是可以说出来的 你搞那个音乐节 是专门为他一个人弄的吗 对 其实在心里面来讲 这个是初衷 那后来他知道吗 应该是知道的 我不确定 他也没有跟你说过这个事 那你以后再有女朋友了 比如你为她做一件很大的什么事情 你是会告诉她的 还是做了就做了 不说 我应该可能还是不会去说的 为什么呢 我可能说不出口 我跟程老师在看VCR的时候 他有一个场景 就是你跟他演出完了以后 他在跟别的人聊天 然后你会觉得有点被冷落了 我跟程老师就说 你那个反应是典型的 回避型的反应 你看你跟他们那么好 你不重视我 那我就默默走掉吧 对对对 如果说你觉得 回避型的这种性格 给你造成了某些困扰的时候 当你开始做出第一反应的时候 有些时候可以停下来想一想 我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来处理这个事情 是的 你的所作所为 你相信行动的力量 你也要相信语言的力量 我们有时候容易陷入一种 自我感动的境地当中 就觉得我已经做了那么多 我没有必要让你知道 但有的时候你要小心 就是这种自我感动 是不是只是在逃避自己 不够勇敢的借口 我理解你为什么很害怕走上去 因为你怕被拒绝 所以你会给自己 营造无数个甜蜜的肥皂炮 告诉自己行动的力量 是多么感人 我一定会感动到他的 就算没感动到他 我告诉你最后 只会感动到自己 有一本书很有趣 就叫《被讨厌的勇气》 它可以帮助我们 打开很多回避型的大门 你好好看一看 被拒绝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好嘞 加油 谢谢老师 再见